那么第五场比赛 中共马主联盟得比为预赛A组 1800米的马匹入战完毕 比赛即将开始 邮居们准备出发吧 好 咱们打开没有马匹按闸 的是现在领先的 可以看到就是7号马 耗龙小帅 中间突出来的是9号马 一名神行 在外蓝还有2号马 风雨者 那么中间还有红色彩毛的是5号马 永强风暴 马匹要跑1800 两次经过终点 所以说马匹的整体速度不快 现在领先一个马位的 就是9号马 一名神行 接下来外蓝可以看到有5号马 永强风暴 在内蓝可以看到的 铜马房的两匹马 一号马盛世腾云和 7号马 耗龙小帅 马匹开始过第一个弯道 现在内蓝的是7号马 耗龙小帅领先 旁边可以看到黑色彩毛的 铜马房的一号马 盛世腾云 再往后面外蓝慢慢赶上来 是9号马 一名神行 好 马匹已经是 慢慢来到后边的指导 第四位两个马匹之隔的 可以看到是2号马 风雨者 再下来可以看到外蓝 红色彩毛的就是5号马 永强风暴 接下来三个马区之隔的是 紫衣紫帽的8号马 信使动员 接下来是5个马区之隔 可以看到就是3号马 盛世腾云旁边外蓝的 就是6号马 缔造者 暂列外场比赛 最后的是黄色彩毛的 4号马 玉中卓越 好 回到外场比赛的前面 马匹已经开始过 第二关到了 现在是半个马区领先 在前 黑色彩毛就是1号马 盛世腾云 领先1.5个马区 在外蓝可以看到 紧追不舍的是 9号马 异命神行 接下来第三位 慢慢赶来上来 见证到第二位的是 2号马 风雨者 现在距离领先的 只差在1.5个马位 第四位可以看到 在外蓝是红色彩毛的 风雨者 是5号马 永强风暴中间 还有8号马 信守诺言 接下来可以看到 后面就是7号马 好龙小帅 好 再次回到 本场比赛前面 现在是1.5个马 领先在前 还是2号马 风雨者领先 其他马匹的差距 并不是特别大 中间还有黑色彩毛 这是1号马 盛世同云 好 弯豆转之道 现在已经是 领先两个马位 我们可以看到 加鞭杆已经在前面 领先很久的 2号马 风雨者 最后的两倍米 风雨者是领先两个马位 中间还有一体马 已经抄了过来 现在是8号马 苏萨的儿子 信守诺言 也赶了上两票 差距非常小了 我们可以看到 8号马 信守诺言 抄了过去 领先两个马位 苏萨的儿子 8号马 信守诺言 感谢观看